这个占比呢 是与这个全球的这个XBB系列变运株的这个占比呢 基本保持一致 在本土病例中呢 那么这个XBB系列变运株呢 它的这个占比啊 至今年的这个2月份明显升高 那么从2月的中旬的0.2% 增长到了4月下旬的74.4% 那么同时呢 这个B1.5.2 BF.7 还有这个B1.2 及其亚分支呢 它们合计占比呢 大约是在25% 目前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主要的流行株 已经变成了XBB系列变异株 这个XBB系列变异株呢 它是一种奥米克戎的重组株 其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啊 均强于早期流行的这个奥米克戎的变异株 那是目前全球优势的流行株 从目前的这个检测数据看呢 包括XBB变异株在内的 正在流行的这些变异株呢 与这个早期的流行的这个奥米克戎的一些 亚分支相比呢 那个致病力没有明显的变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